中华电信数位赋能 今年与晨智教育基金会携手 协助新竹 云林 花莲 新北市 四个学习端点 创造孩子跨校学习力 跟俄美上课就是很特别 就是很好玩 就是可以就是互相讨论 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很特别很好玩 我觉得这次跟俄美一起上课很有趣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新的同学 然后也可以体验多元的学习 偏远地区老师备课压力大 晨智教育基金会与中华电信集团合作 让教师发挥集体智慧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打破了这样的地理上的隔离 如果就这三堂课下来 你看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投入在里面 校长的智力融入社区创生 中华电信提供网路 建制完善的WiFi 让教育创新跨越 中华电信又提供这么稳定的一个设备的时候 在我们跟国际交流的时候 那个视讯又会更稳定 那也就代表我虽然在偏乡 孩子可能没办法出国 可是我们可以把世界带进来教室 我们如果透过一个校跟校之间的合作跟共学 让老师可以组成社群共备 让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共课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台湾偏乡的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模式 我们的同仁善用创新及弹性工法 克服地形障碍 让师生获取快速的平欢 从马路边要引入到校园 所以我们用了两个工法 第一个叫做微创工法 第二个就是弹性工法 最新型的高性能的Wi-Fi 6 4T 4R 它不仅它的传输速率是最高 大概是Wi-Fi 5的4倍 那它本身的涵盖率跟穿透力很强 所以基本上在校园是全区是无死角 特别从校门口的把光纤拉到每一栋的教室 那每一个教室能享受一居的频宽 一居的频宽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学生的时候用视讯教学的时候 就可以没有马赛克了 那色彩重现 原生原营 透过网路 不管是我们这边的老师给他们的一些协助 或是远端的网路的老师 然后提供一些共同的素材 那大家在课堂上的学习的稳定度 跟效率就会提高非常多了 那我们就有机会让偏向的孩子 虽然位属偏向 但是他们可以得到更多 甚至可能比市区的某些学校的孩子的教育品质会更好 中华电信科技为善 打造多元族群生态系 数位共享 岛屿永续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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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电信